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是挑战自己 每一次都希望做到自己最好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具备的特质 最重要是不怕辛苦 要捱得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不老二 运动也好 就算你读书或者任何方面都好 其实都真的要努力 要有discipline 要一直坚持得到 然后才能做到成绩 所以我觉得要捱得 我自己在奥运最大的得着 就是看得到世界上有这么多 更加结出过我 更加聪明过我的人 可以游得快过我很多 原来知道自己觉得自己的潜力 其实应该都可以像他们那样 为什么人家做到我做不到 我觉得我会得的 尤其是他们还要老过我这么多 我可以继续 还有其他 还有时间可以更上一层楼 我的最后命就是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所以我相信 只要你心里面信 真的有这个信念的话 就算不是每天说出来 但是你心里面知道 其实已经足够了 除了我运动员 我学到一件事叫做 Self Accountability 就是对自己做过要负责任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 在运动员里面都很重要 譬如说我游泳 就是很 我觉得是给多少努力 你就可以拿到多少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赖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赖 所以不会去 要有自己的Self Accountability 没得说有人可以为你的东西 Responsive 没人可以逼你做你不想做的 所以我觉得就会学会 你要有个discipline 你自己要discipline 自己做些什么 怎样练 结果的outcome 就会成正比的 是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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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